大家好,我是恒河 今天是4月5号 今天清明节 前两天暴风雨袭击美国东部 今天又发生了地震 连续有三个事件在美国发生 就这一个星期 看上去都有一些象征意义的 我们先谈一下 然后谈一下北约是75周年 那么俄乌战争目前的情况 和北约美国 现在责任在 一个是分担,一个是转移 那么这个现象呢 其实是北约75年来 第一次发生的 然后呢就是加州呢 快餐业忽然大规模的裁员 还关闭 是什么原因 今天上午呢 大概十点半不到的时候吧 就突然感到房子摇起来了 开始呢还以为是谁开车库门 还在想了 这开车库门震动也太大了一点吧 后来才知道是地震 几分钟以后发现 马上我就查了一下 当时媒体还没报道 那么查的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网站 是一个地震记录的网站 结果发现呢 震中居然就在新泽西州 4.8级 深度是 当时说一公里啊 后来有人说是四公里 那么 美国整个东部呢 都有震感 刚才哈就是在 半个小时之前 又有一次 是4.4级 同一个地方 应该是余震 当然了 对日本台湾 加州来说的话 这不算什么哈 但是呢在美国东北部呢 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美国东部哈 应该说没有 大陆板块的这个挤压 呃震感 但是呢 它往往是一有地震 整个东北部的震感 就非常明显 明显 因为整个东北部啊 它的地壳是一个整体 呃 所以发生地震呢 就像敲了一口大钟一样的 一敲整块就一起晃动 上一次呢 还是在2011年8月份的时候 而且弗吉尼亚中部呢 发生了5.8级地震 那个比这个厉害哈 也是整个东北部都有这个明显的震感 呃 那么今天公布呢 纽洁写新泽西这个地震 最靠中心的社区呢 叫白宫车站 叫White House Station 呃 按照这个美国地震中心 给出了这个京都纬度哈 来定位的话 其实它更靠近的一个名 有名的地方是川普的高尔夫球场 比这个白宫车站还要近 只有大概不到四英里 呃 这是这个地震的事情哈 那这几天呢 东部气候呢 比较恶劣哈 呃 前天晚上暴风雨 呃 我家网络断了两天 今天早上才恢复的哈 所以我还当时很担心 怎么去做直播哈 就在前天晚上的暴风雨当中呢 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被闪电击中 被击中的呢 是那个高局的火炬 现在还不知道损失情况哈 还被摄影师拍到了 那么自由女神像呢 是一个自由的象征 所以这个 雷电击中了哈 呃 是什么 是不是好兆头 也许是老天爷要告诉美国人什么事情 呃 不见得是预兆 更可能呢 是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跟自由有关的 是不是提示 就是美国的自由正在消失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预示哈 要重新点亮自由火炬 那么 说到这个兆头的话呢 上周巴尔迪摩的大大桥被撞这件事情哈 大桥的名字呢 其实我谈过啊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那么Francis呢 是美国国歌 就是新调旗之歌的这个持作者 那上周我提过一下 就在1812年的时候呢 他作为一个人之谈判的代表 在那个英国军舰上呢 他募集了 就是英国人去打仗嘛 就去打美国人嘛 他就做 他因为他谈判代表 英国人不放他 他就跟着英国军舰走了 就募集了对这个 迈克亨利堡的彻夜轰炸 后来到早晨硝烟消失的时候呢 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仍然在这个迈克亨利堡的上空飘扬 所以他非常激动 因为当时都认为炸了一晚上哈 那个地方应该是炸完了 所以他随手就写下了一些诗 这就是美国国歌歌词的来历 而这个迈克亨利堡呢 就在巴尔蒂摩的港内 就在这个弗朗西斯·斯科特·Key Bridge的 港内的一侧 也就是说当这个弗朗西斯·斯科特·Key Bridge 就塌陷以后哈 其实这个 这个迈克亨利堡哈 是在是在他被他围困住的港里面 呃 这个这个这个桥哈 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地区啊 应该是美国 美国这个建国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因为他毕竟是国以国歌的 这个作词者命名的嘛 这个桥 呃 所以说 有人认为这是跟美国国运有关系的哈 那么这几件事情哈 呃 一件事情独立发生 是偶然的 一周内连续发生三件事情 而且每件事情都跟美国 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个呢 就值得想一想了 这个地震你想想看 也是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建国以来 最重大的转折点 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按照中文的话 危机危机嘛 就是危中有机 那地震哈 呃 开始我讲地震就没谈 地震它这个地方叫白宫 白宫车站 那么如果白宫有震的话 又和川普有关的话 那个距离非常近 四英里你想看 就这么重大的 两个地名哈 相关的 在地理位置上这么靠近 这个机会 嗯 当然我认为这不一定是说的是过去了 呃 有可能这件事情 地震这件事情相关的哈 是预测未来 呃 说到美国国运的话呢 那就要谈一谈今天 这个就是本周哈 北约关于援助乌克兰和美国的这个责任 实际上预示呢 在美国在欧洲的这个角色哈 也在重大调整阶段 也就是说减少美国在北约整个防务当中的任务 当然说现在不可能说是放放弃哈 只是说相对来说比去过去七十五年它会减少很多 它的走向和含义呢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待观察哈 但是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防务上的减少 这个呢是一个趋势 就是美国整个实际上是在战略收缩阶段 而不是在这里扩张阶段 或者在战略维持阶段 呃 从国内国运来看 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这样 当然在亚太现在在增强 那么 现在这个乌克兰俄战争的战况哈 呃 简单的说一下 呃 从正面战场上呢 俄国正在向乌克兰众生推进 呃 看上去俄国呢 是比较具有优势的 它两大优势 一个是人数 因为它的人口众多 第二个呢 是阵地战 在阵地战上的重炮和远程轰炸呢 它的能力要比乌克兰强很多 呃 所以在阵地战 阵地战方面呢 乌克兰是出于劣势的 而且这种劣势呢 还不会很快的扭转 因为北约国家要提供足够的弹药和装备的话 还需要时间 呃 这就是这次北约 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议程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乌克兰其实是加强了这个 远程对俄罗斯战线后方 众生的这个打击 呃 甚至是在接近俄罗斯边境的军事设施和基地 甚至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这方面呢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比较多的 虽然它对整个战况的影响不大哈 呃 但是呢 它也表示就是说 呃 乌克兰不仅仅是在线 这个呃 就是地面战场上 呃 跟俄罗斯在作战 呃 像昨天晚上哈 昨天晚上有一群无人机应该是 一群无人机呢 攻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就是 罗斯托夫州的呃 穆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 那么这个基地呢 是俄国559轰炸航空团的基地 当地人听到了40到60次爆炸声 那么呃 这个事情呢 后来得到了证实 就是罗斯托夫的州长 呃 他承认了 他表示 就说基地周围呢 一共击落了超过40架无人机 也就说确实有无人机攻击了 而且他承认呢 就是袭击造成了当地电站受损 呃 注意哈 这个基地呢 距离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线战线的话 是有300公里 也就说这个众生打击已经到300公里了 那么最近乌克兰呢 呃 远程无人攻击 俄罗斯军事基地的事件呢 是在增加 而且呢 当然了 从战报上说的话 呃 摧毁了一些俄罗斯的军机哈 呃 虽然战果现在没办法得到第三方的确认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心理作用和实际的呃 战场作用其实还是有一些的 另外呢 在俄罗斯境内呢 还有多个反对派的武装团体呢 也继续发动进攻 而且呢 他是得到乌克兰的这个资源的 呃 这个 就是俄罗斯目前呢 是面临这么几条战线 所以呢 那在这个 昨天吧 昨天纪念北约成立 成立75周年这个 这个时间呢 布林肯和北约外长呢 举行了这个会谈 因为布林肯是美国的外长嘛 那他重点呢 他就是说 呃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的一员 美国对此的支持 坚如磐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支持 乌克兰加入北约 呃 而前一天呢 北约秘书长呢 也是 也说了 乌克兰加入北约呢 是何时而不是是否的问题 所以在这点上呢 可能是 美国和北约 已经是比较明确了 呃 因为反正已经打成这样了嘛 那么受美国国会和 对美国大选 结果可能对乌克兰援助的影响 哈 美国现在正在设法 就是说美国 呃 北约正在设法哈 就准备 美国可能减少援助的情况下 那么 欧洲要确保对乌克兰的援助 呃 虽然说有一点 原水解不了进口哈 因为 其实欧洲也很多年没有战争了嘛 呃 但是毕竟呢 欧洲 这个 现在开始更多的考虑 就是保卫欧洲是自己的问题了 呃 其实以前我也谈过啊 这其实应该是很多年前就考虑的问题 但是大家一直没考虑 呃 因为在川普上任之前的话 其实欧洲的防御哈 防卫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美国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呃 那么欧洲的困难呢 当然是了 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想激怒俄国 不想跟欧洲搞坏关系 所以以北约或者是欧盟整个整体来援助乌克兰的情况呢 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他们只给防御武器 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双边 就是某一个国家愿意多提供 那么他就跟乌克兰达成双边协议 所以现在呢 很多北约国家呢 是用这种方式跟乌克兰达成双边协议 美国呢也正在这么做 呃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马国 法国了 法国比较独特啊 呃 马克龙现在得到了部分北约国家的支持 就是他正在准备派遣地面部队 呃 进入乌克兰 当然说和做还还没做哈 但是呃 看上去他是挺认真的 那么现在回想一下呢 川普当时提出的话 是要北约国家承担北约防务费用 是各个国家承诺的2% GDP的2% 而今天呢 就昨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隆呢 在抵达会议的时候 他就表示 所以对于英国和北约来说 承诺将GDP的2% 为乌克兰提供军备和支持 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 这话听上去好像 就说已经不仅仅是承担北约防务 用2% 而是说 仅仅是对乌克兰的资源 可能就要达到2% 当然这个话也许不是这么说的哈 呃 就是说呃 不一定是这么理解 但是我个人觉得哈 就是至少这个2% 就是他们要对 要要准备北约自己的防务 和对乌克兰的援助 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 我相信每个国家 最终都会超过2% 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哈 就从川普启动 要欧洲增加防务 然后到俄罗斯入侵 终于让欧洲 自己武装起来了 而布林肯呢 他直接挑明了 就是乌克兰为什么现在迫切 需要更多的援助呢 是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 正在中国北韩和伊朗的支持下 壮大他的国防工业基础 呃 所以说 呃 既然说现在北约要强化 对乌克兰的资源 原因是因为 俄罗斯背后有这么几个国家 就是新轴心嘛 所以无论我们是不是承认哈 现在世界的两大阵营 现在是越来越分明了 就是世界不是在走向 融合而是在走向分裂 而且是按照阵营分裂 呃 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我们面临这个时代 可能也真的是一个 呃 因为已经和平了这么多年了嘛 北约成立也75年了嘛 世界和平这么久了哈 可能有一些 积压的很多问题 可能都快要到爆发时期了 各个国家的内政也好 国际上也好 我们今天还没有讨论 呃台海问题 呃 当然还有一个以色列的问题哈 就中东现在其实战争 危险在增增加 好 那我们谈一下这个呃 加州的事情哈 那4月1号呢 呃 加州的快餐业的这个 最低时薪提高到了20美元 结果呢 第一个被报道的就是 呃 Fosters Freeze 这是一个在加州的快餐连锁店 他在呃 Le Mall的分店 就在这一天关门了 4月1号是愚人节嘛 他解雇了所有20名员工 因为老板再也付不起工资了 那么员工们一大早呢 去上班 就被告知 你们已经没工作了 呃 当时大家都以为是愚人节玩笑 结果呢 拿到了最后一张工资单 才知道这不是愚人节玩笑 那么整个快餐业的这个状况呢 现在是类似的 你比如说Pizza Hut 解雇了 在加州解雇了 1万2000名雇员 还有一个Mod's Pizza呢 关闭了5家加州分店 呃 还有一家呢 这个 叫Vitality 呃 Bose 减少了一半员工 而把价格呢 增加了10% 呃 就是在这一天 同一天啊 加州大部分的快餐业 都 把这个零售的价格增加 增加了 所以最终如果餐馆能够生存下来 就是说要关闭的可能还有更多 那么如果能生存下来的话 那么他们增加的工资呢 最终会落实到顾客头上 所以说呃 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 就是现在已经是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了 现在连这个快餐业又要加了加钱了 呃 问题是这个法案哈 就最低工资法案呢 它在名义上是维护雇员的权益的法案 就是确保雇员呢 能够维持生活 但是呢 结果呢 却让很多雇员失去了工作 这样的话呢 它不仅说是每小时工资没有加上去 它甚至每小时工资都没有了 就是时薪变成了零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我相信这些被解雇的员工 有75%是投票支持了这项法案的 呃 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会知道哈 但是呃 我想大部分人会支持 我个人其实还是认为啊 就是工资问题啊 应该由劳资双方来谈判解决 因为只有劳资双方 才知道双方的底线 才有可能在 不两 就是 同归于尽的情况下 达成一个协议 雇不到人了 雇主雇不到人 他自然就会涨工资 所以 用法案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话 我个人不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 因为 在美国其实劳资的谈判 这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底特列的汽车工人 这个他们曾经有个汽车工会 曾经是美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 那工人的福利真是非常非常好 然而这笔成本呢 呃 造成了美国汽车 因为最终还是要到汽车上面去的 就失去竞争 所以在多年前呢 呃 就基本上美国的汽车业就垮掉了 呃 现在的这个汽车的这几大公司 都是经过重组以后的 而日本的汽车公司呢 在美国南方 就建了一些新型的汽车城 就南方呢 呃 原来传统不是汽车嘛 但是因为 这个 日本啊 韩国啊 他们汽车很多 就到美国南方去 这个建 建这个生产线 呃 当时呢 其实他们为了搞好和美国的关系 他们主动的 就是 服从美国法律嘛 和习惯嘛 就主动的 建议 他们 成立工会 但是呢 那些工厂的工人呢 多次投票 拒绝成立工会 我想他们当中有大部分人是 不想落到 因为成立了工会 到最后 资方关门 他们失去工资 失去工作 他们不想落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工人的权益呢 是要争取的 是要保护的 但是为这个而摧毁了企业 受害的还是工人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斗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哈 劳资双方应该是共生 而不是对立敌人关系 这个就是 资本主义能够发展 市场经济能够发展的一个基础 而不像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他要革命 他 他把这个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 说成是一个阶级对立 其实更多的是共生 所以一直说 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 工人阶级就应该没有了 因为他是 他两个是共生的东西 所以就不存在 无产阶级的问题 没有了资产阶级 没有无产阶级 这个 那么 稍微讲一下 以色列呢 空袭这个伊朗 驻叙利亚的领事大楼 这是一个 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它是一个明显破坏 这个领事外交特权的一个做法 但是事后呢 只有阿拉伯国家和俄国谴责了 其他国家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以色列的理由啊 是非常充分的难以反驳的 因为乍世的 这个 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 包括他的精锐部队 圣城旅的高级指挥官 高级指挥官 这就证实了 这个领事楼并不是真正的外交使团 因为他的军事人员 伊朗的军事人员在里面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两面出击呢 就是因为他同时在加沙 对哈马斯 然后北面的对叙利亚的伊朗势力 两面出击 当然从军事上说 你可以说是亚制伊朗支持的 黎巴顿争助党哈 敲山政府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闹得有点大 呃 听火案呢美国弃权了 也就是允许这个案子 呃 法案通过 决议案通过 4月1号就发生了空袭伊朗领事馆的事件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前后是有点关系的 呃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 是这个已经过了几天了 稍微说一下 华盛顿邮报呢详细报道了 美国提前通报俄罗斯政府 关于恐袭的这个情报 呃 也就是说这次呢 证实呢 在恐袭发生前两周 美国就通告了俄国 这是 内部通告比 公开通告还要提前 直接说明了就是莫斯科的翻红花音乐厅 可能是伊斯兰国恐袭的目标 那么这和俄国自己宣称的 这个警告 就大不一样 俄国说的什么呢 说美国给的警告太广泛了 没有办法防范 就是他没有具体 其实人家已经具体到了 就这个音乐厅 所以这个呢 事情是呃 美国这个情报方面呢 大概通过一定途径 把这个释放给媒体了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说法 呃 那么中共呢 还发生一件事情哈 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呢 清明节之前 民间对李克强的自发悼念 呃 据说呢 有300万人次 向李克强的故居献花 呃 导致当局呢 在清明节 那是在清明前几天哈 到清明节的时候呢 明令 不能够悼念 呃 警方戒备声言 主要是哪些地方呢 主要是河南 辽宁 就是他担任过 省委书记的地方 还有呢 就是安徽 他的故乡 这几个地方呢 是防范的最严的 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中共统治的 一大特色哈 就是 对去世的领导人进行 悼念活动 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 表达对县领导和县政策的不满 而当局呢 对死去的人的防范 超过了活人 传统悼念亲人的清明节呢 这成为当局最需要防范的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特色 非常奇怪的 当然是中共特色了 最后还有一条小消息 最后讲几条都是小消息 蔡奇呢 去担任党建领导小组组长 这么引发了关注 为什么呢 这个领导小组呢 虽然不是一个新事物 但是在习近平时期呢 它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以前的领导小组呢 临时成立 比如说温哥领导小组 就是临时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呢 就对特定的 一个新的 以前没有的 这个机构进行领导 这个系统进行领导 那习近平呢 他上台以后 几乎原有的 所有的现成的领域 都成立了 中共中央的领导小组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 没有这个东西来成立 而是说 要加上一个他的领导 他亲自担任 各个小组的组长 所以就实现了一个 党的领导个人化 被称为小组长治国 那么现在呢 蔡奇已经接过了 好几个领导小组 小组长的位置 或者是领导小组 改名的委员会 接过了 那有人说呢 是这个蔡奇 现在是实权第二大 有人说呢 他是分忧不分权 但是你说分忧不分权 这不是蔡奇决定得了的 毛泽东时代 所有曾经被认为 是接班人的 都没有好下场 包括明文规定 接班人的林彪 这也不是一个 信任不信任 疑心不疑心的问题 因为在一个极权国家 特别是高度 个人极权的国家 和这个极权者 距离最近的 看上去是 第二个有权的位置 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位置 这个是由这个 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的 而不是由个人的信任决定的 他没有办法去信任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蔡奇 应该掂量掂量自己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好 今天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看一下上次的 上次呢 有一个朋友 就Connecticut vs COVID 他提了个问题 他说华尔街的人 他其实不是问题了 他就是发表一个观点 他华尔街的人 清楚得很 中共设计目的是 国富民穷 当中共带着他们一起 富士 他们就装作不知道 现在不带他们了 他们开始用高大上的理论 来绑架中国人民利益 讨伐中共 当然有人为 中国人民利益发声 总好过没有 谁也别 期望别人无条件的帮助你 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 最主要的是 他们已经赚不到钱了 或者是 赚钱没有什么方便了 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这个关键原因是这个 还有位朋友呢 叫 梁一章 他说中国人 居然也有工匠精神 其实所谓工匠精神 就是工匠 所具有的精神 但中国 在大机器化之前 各个国家都是工匠 所以工匠精神是有的 他只是说 现代化以后 特别是中共 来了以后 少了 你像中国古代 木结构的房屋 寺庙 塔 他有的全 整个这个建筑里面 没有一根钉子 全都是有木头的 那么这种 其实他就是一种工匠嘛 他 他精益求精 而且他 这个设计的非常好 巧妙 我在景德镇待过很多年 景德镇持续 就说他以前这个生产程序 好像完全手工的 所以他没有工匠精神 他不可能生产出 这种东西来 这总是有的 只是说现代 可能少了 或者中共统治以后 这个就更少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过去你要创牌子 你必须要保证质量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以前有一些 有一些古装系 就特别是在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 有很多很多民族工业 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 结果他们自己 比如说纺织品 质量比进口的 一点都不差 应该还是有的 还有一位呢 叫 Justice Seeking 他说现在的中国 美国只要发动 小小的军事行动 就可以击溃中共军队 因为很多军人 会临阵逃脱 脱逃 美国为什么不做 不要说 怕中国陷入混乱 陷入混乱比 中国完全没有活力 僵死在世界上好吧 还有美国 可以采取各个 击破的策略 只要在边境省份 划开一个口子 中国民众肯定往那里跑 中国没有奴隶了 整个政府就废了 那你开了口子以后 他跑到哪去呢 跑到别的国家 谁能够接受得了 所以美国是不敢 让中国陷入 无政府状态的 即使在清朝 这个 就是晚清的时候 八国联系进取 然后这个朝廷跑了 美国也没有 就是美国也不主张 其实他当时提出来的 这个就是 门户开放政策 其实是要 在清政府的主导下的 所以他 他是一直不希望 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当然他当时的理由 和现在的理由 不见得一样 但他历来如此 当时记得在 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人们提出来 就当时提出来一个 自由移民的问题 邓小平马上就给他一句话 说我们给你1000万移民 或者1500万移民 怎么样 马上人家就不做生了 所以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他当然希望有一个政府 当然是一个 比较安分的政府 不是去 那样子 下折腾的政府 把中国治理好 他当然是希望这样的 而不会去 颠覆 颠覆政权 美国 中国这样的国家 美国绝对不会去想的 还有位朋友呢 就彭彭 他问 请问历史上大的国家 比如苏联 大英帝国分裂以后 各地区都是 独立的建国 是由现任地区 最高领导人继续执政吗 还是重新投票选 这个倒不一定 苏联分裂了以后 因为当时他们是社会主国家 而他们当时一旦 排除了共产党以后呢 就是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下 民主基础上选取了 包括俄国在内 都是这样的 只有极个别的中亚国家 共产党原领导人保留下来了 据我了解 只有一家 一个 其他的基本上 因为他制度换了嘛 人当然换了 大英帝国殖民地呢 他大多数已经 因为英国他建了他们自己 就是这些国家 建了这个 他的内阁议会 他只是说 女王是一个 统治 然后又总督 那么 所以说 这些国家 就是 脱离殖民地地位以后呢 很多还留在英联邦里面 他还有英王 作为统治象征 所以呢 他是属于 大部分是属于和平国度的 你不管是这个加拿大 什么 澳洲 新西兰等等 所以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美国独立战争 反而倒是英联邦脱离出去以后的例外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还是请这个 干净世界的朋友 能够注册 关注一下 油管的观众呢 能够订阅一下我这个新频道 别忘了按小铃铛 然后呢希望大家继续点赞和转发 也请大家继续留言 我们下次呢会继续讨论 留言的当中提出来的问题和观点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之间再见